第1集 海軍 官兵 大家好 我是甜心扶寶長 Sweetie So Sweet 歡迎收看 心靈talk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 家庭婚姻 在我們的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幫我們的 中華民國海軍的粉絲專頁 還有IG 按讚及追蹤 也帮我们将这一系列影片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 OK 那我们回到主题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家庭婚姻 军中许多资深的军事官 在婚姻中做了许多的牺牲 毕竟职位越高责任越大 他们常常牺牲了与另外一半相处的时间 但人与人之间少了沟通 问题就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呢 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各位官兵弟兄姐妹 大家好 我是廖继华 今天要谈谈家庭跟婚姻 曾经有一位军中的好朋友 对我说过一件事 他说有一次 那个星期他原本排定要休假 结果部队临时有任务 所以他的休假取消了 他心里在想 他的老婆跟小孩一定非常的失望 所以他一定要立刻打电话 告诉他老婆 这件让人伤心的事 当他拿起电话 打给他老婆的时候 他老婆接起电话 他对他老婆说 老婆很抱歉 因为临时有重要的事 所以休假取消了 在电话那一头 他老婆接着电话 复述着 所以你这星期不回家了吗 当他要立刻继续做解释的时候 他突然间听到了 电话那一头竟然传来小孩的欢呼声 说着好棒哦 爸爸这星期不回来了 他当时弄住了 心里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他也不知道如何继续跟老婆说 他至少对他老婆说 老婆辛苦你了 我这星期没办法回去 我下星期再回家 当他把电话挂断的时候 心里是充满着沮丧跟无奈的 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模范的父亲 还有标准的老公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 角色转换的问题 在部队里头常常都是纪律 服从跟命令 可是家人需要的是这些吗 家人需要的是关心 爱和支持与温暖 所以你如果带着纪律 命令回到家中的时候 没有做好事实的角色转换 你跟家人的关系 一定会越来越疏离 二 运用各种的方法 表达对家人的爱跟关心 包含了每天记得要打电话回去 表达对家人的爱 放假回家的时候 也尽量用全新的时间去陪伴家人 那另外呢 尊重家人 你不在家的时候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不要觉得他没有纪律 回到家的时候样样看不顺眼 当你用这样的方式 对待家人 你的心里其实希望他们好 可是他们感受到的一定不是如此 他们感受到的是挑剔 还有你带着很多的情绪跟压力 回到家庭里头 那当然关系就变得容易疏离了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家庭跟婚姻的困扰 是失事 不敢求助 请记住军中有很好的三级辅导资源 第一级包含了排班级干部 还有辅导长 第二级是单位的心服官 第三级是放在国军医院的各地区的心理卫生中心 结合精神科的资源 包含了心理师社工师 另外国军还有链接民间各个部分的资商心理辅导机构 提供了保密跟专业的服务 所以当你有家庭困扰的时候 请记住 把你的问题说出来 让大家在他还没有量成 你的家庭里头的不安定的时候 能够及早来介入来协助你 当你把自己照顾好的时候 也请将这样的资源 告诉其他的弟兄跟姐妹们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把家庭照顾好 同时也能够把部队的任务顺利的执行 我是廖继华 心灵Talk 暖透拟心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